各局處收集完整的資料後 我們討論還有結論 現階段不適合舉辦大規模的群聚活動 所以聯絡大街的實理活動取消台北登節員後 說明一下 目前有很明顯的桃園醫院院內感染 而且已經從醫護人員傳染給他的家人 我相信未來的兩三天應該是全台灣都很密切在觀察 這是不是有擴大成社區感染的危險或事實 我想這兩三天是關鍵期 那既然部長也強烈建議說要停辦大型活動 我相信他們應該是也有比我們更多的訊息 我也相信他的專業的判斷 那這個台北登節跟辦那個跨年活動不一樣 因為我們跨年活動是一個晚上 那之後再一個廣場 跟這個要長達十天 然後再一個幾乎是半個萬華區的一個範圍 你知道嗎 這是完全不同規模的兩件事情 所以結論就是聯絡大街的我們實理活動就取消了 然後台北登節就聯絡辦理 武漢肺炎疫情升溫 指揮中心昨天強烈建議 無法確保風險評估的大型活動取消或是延辦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宣布 台北登節延後舉辦 至於會延期到何時 則是疫情發展而定 迪化街的年活大街活動也全數取消 將不另外捨談 記者温宇俊台北報導 記者温宇俊台北